女人对你动心的五种表现,男人要懂得珍惜 都说上女情怀总是失 其实每个女人对待感情的方式都是相似的 私情而又充满羞涩 她如果真的对你动心了 有些表现会特别的明显 这时候你需要做的,可不是被动等待 一,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会羞涩,变得脸红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征兆 她看到你的时候脸上会微微的泛红 聪明的男人都知道,这是女人动情的表现 一般男人都会主动展开行动 那么你呢? 啊,总是喜欢谈论和你相关的话题 你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她和朋友谈论的话题里 她对你总是夸奖称赞 并且能说出你许多细微的优点 还会时不时的流露出迷恋的眼神 三,她喜欢帮你的忙 你遇到困难时,她总愿意出手相助 即使自己办不到,也会想方设法找人去帮忙解决 四,不介意间接接吻 与你同用一个汤食吃饭 很多女人从生理排斥与不喜欢的男人间接接吻 所以一起用餐时,女人如果若无其事地问 我能尝一口吗? 就是在暗示她对你有好感 五,说些任性的话向你撒娇 因为想依赖你,所以才会任性撒娇 看来有时女人任性传达的可能是一种好感 但是面对一些过分的要求 要认真考虑一下是否被对方当成了老好人 可能她杀娇的对象不止你一个 爱情很神奇的 喜欢上一个人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它往往让我们不知不觉地 从言语中或身体上发出信号 只要你是一个细心的男人 仔细地去洞察我所描述的 那么你一定能在他的身上 找到一些你想要的答案 我衷心地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 祝大家都有一位美丽的妻子 一段白头偕老的爱情